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6月25日,周二,位于墨西哥南部的一个移民收容所发生骚乱,数百名来自非洲和海地的移民试图逃离。 这些移民大多是为了经由墨西哥前往美国。 墨西哥爱尔环球电视台El Universal播放的一段令人心碎的视讯显示, 一位来自海地的母亲趴在安芳的地上,透过大门向外面聚集的记者媒体大声哭喊。 她说收容所中没有足够的食物,也没有干净的饮用水。 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经病倒了,求求大家救救他们。 这位心碎的母亲称,她来到这个收容所已经十天了, 但是警察并不允许她离开。 而两个孩子的情况非常糟糕,她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母亲的眼睛里,寒满泪水也充满着愤怒。 在旁边的孩子,眼睛里,几乎全是绝望了。 因为没有吃的。 估计这个小朋友连燃起希望的勇气也没有了。 这个收容所,是墨西哥最大的移民收容所之一。 也因它不仁道地对待移民而著称。 包括不提供足够的食物。 卫生环境堪忧的厕所。 近50余人被关在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 以及时常发生员工打骂,甚至虐待移民的事情。 骚动的起因,是因为收容所中的移民要求工作人员提供食物及药品。 并且加快机和他们离开收容所的申请。 可是请求并未得到很好的满足。 数百名移民发起了暴动。 尝试逃离收容所。 这已经本业中第三起移民骚乱事件了。 然而政府官员却对媒体宣称。 收容所中的移民,都得到了食物及医疗供给。 自2018年底以来,来自古巴、海地和非洲的移民,大量涌入墨西哥。 以期前往美国,从而摆脱贫困,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美国总统收紧了非法移民政策,并威胁墨西哥如果再不处理非法移民问题的话。 将对所有墨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在美国的强压下。 墨国政府自2019年年初至5月份,拘留的非法移民人数已高达2万余人。 将以往月军拘留人数翻了两倍。 同时,墨西哥宣布,将向美墨边境派遣约1.5万名士兵。 并在南部于瓜地马拉边境,部署6000名士兵。 以阻止来自中美洲、海地和非洲的移民。 原文 喜欢我的内容就关注我吧,咱们天天相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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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